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中美贸易战的最新情况 自从10月11号美国总统宣布 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 北京方面的反应叫做非常不情愿 非常的难受 既然北京的反应是这么不情愿这么难受 所以现在人们就越来越怀疑 那么到底中美双方是不是真的达成了 所谓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或者说北京方面到底会不会毁约不承认这个协议 前天10月19号 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出席了 在南昌举行的2019年世界虚拟现实产业大会的时候 他罕见的就正面谈到了这一次的中美贸易谈判 刘鹤说 中美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在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签署阶段性协议奠定了重要基础 刘鹤又说 停止贸易战升级有利于中方有利于美方有利于整个世界 是生产者消费者共同期盼的 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 努力创造良好环境实现双方共同目标 那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刘鹤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他都是尽可能避开不谈 他一般不会直接谈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次刘鹤他直接提到了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 当然让大家感到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 不过刘鹤的这么一番话 又让人民陷入一个迷魂症 因为刘鹤说 这一次谈判的是中美双方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他并没有说这一次谈判达成了协议 他只是说啊 这个谈判是为达成协议奠定的重要基础 所以刘鹤这么一说 人们又迷糊了吗 因为在前几天呢 北京方面刚刚承认 说是这一次中美双方是达成了协议 可是呢 现在刘鹤这么一番最新讲话 他就说中美双方好像并没有达成协议啊 好像只是取得了一个进展而已 他只是说这个进展呢 对将来的协议奠定了一个基础而已 那么刘鹤这番话就让人们又怀疑了 那北京你到底是承认不承认 这一次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呢 所以刘鹤这个迷魂症啊 就让我们又要重新思考 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问题 不过呢 从现在各种迹象来看 这一次北京啊 恐怕是很难承认 他和美国达成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也就是说啊 北京这次返回 毁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在做这个毁约的事情 根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呢在中美贸易谈判达成 这个第一阶段协议之后 他不但没有买美国大豆 反而开始大量购买巴西大豆 中国最近对巴西大豆量采购 就是大豆的采购量是急剧增加 那么路透社的这条消息啊 就是很明确的显示 现在呢 北京有想要毁约的意思 因为根据北京和美国达成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当时北京是承诺要购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而且北京他们承诺的开始采购的时间 并不是说等到这个协议正式签约之后 而是说就在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呢 他们就马上就立刻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对这个问题啊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发过一个推文来解释 他就对这个北京说是要立刻大量购买农产品 到底是什么一个立刻 他做了一个说明 川普说呢 我与中国的协议是 他们将立即开始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产品 而不是等到未来三或四周内签署协议之后 也就是说 川普和北京他们这个当时那个刘鹤代表团达成的协议呢 就是说在这次谈完谈判结束之后 马上呢 北京就开始大量买美国农产品了 不是说你再要等到11月16号 是川普和习近平正式签署了那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 北京才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 所以说呢 按照当时川普和北京达成的这个协议 那么现在这些天呢 北京应该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了嘛 那么北京在这一次的贸易谈判结束之后 他们真的是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了嘛 北京在最近一些日子呢 的确他们是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采购大豆 但是呢 和川普的期待相反 北京呢 他不是大量的采购美国大豆 而是大量的购买巴西大豆 北京现在像巴西大量购买大豆 说明北京缺大豆啊 他需要大豆 如果我们按照常识来思考的话 那北京既然他已经承诺说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么现在他可以说正好是顺水推舟啊 他就现在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啊 既可以满足自己对大豆的需要 他又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可以说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现在北京在明明需要大豆的情况下 他却不需买美国大豆 偏偏买巴西大豆 这个其实北京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表现 他们要有毁约的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啊 就在这一次的第13轮中美贸易谈判前的一个星期 当时北京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大豆 不过那个时候呢 北京不是买巴西大豆 那个时候北京是在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 当时北京可以用闪电一般的速度啊 在10月10号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前的一个星期之内 他就突击购买一下购买了40万吨的美国大豆 而且还购买了创纪录的美国的猪肉 这个呢 其实是北京过去的一贯做法了 就是在每一次中美贸易谈判开始之前的北京都会突击啊 购买一大批美国农产品 这等于是向美国示好来骗一下川普 就是争取啊 他们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美国对他们的让步 可是呢 在这个谈判结束之后啊 北京马上就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了 那么这一次北京叫做顾忌重演啊 他们在这个贸易谈判结束之后 他们马上又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 不过呢 北京搞这个骗局可以说太过明显吧 因为你北京在谈判前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那不就是说明当时你就是在骗川普啊 当时就要骗川普延期关税啊 等着川普宣布延期关税之后 北京马上就毁约就不买农产品了 北京以为他们这样骗川普好像是很聪明很高明 其实这是最大的愚蠢 因为北京每次骗了川普之后 都会遭到川普加倍的报复 现在美国对北京的关税已经从当初500亿美元 增加到现在的5500亿美元 而且呢关税的税率还在不停的增高 这就是北京骗川普的最后的结果 可是面对这个事情呢 北京却叫做不思教训啊 他还是要继续用同样的手段 来继续来骗川普 他们啊以为这样干下去啊 他们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说呢 北京这样的做法 让人们对他们的智商 他们领导层的智商啊 感到真是很担心了 昨天呢 10月20号 香港就再度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游行 满街都是戴口罩戴面具的人 这个呢就是让香港政府颁布的那个所谓禁止蒙面法 叫做不攻自破 成了一个效果 不过在香港民众抗议示威的同时啊 在欧洲的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还有在南美的智利的申地雅各 也同时就发生了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 这样一来很多北京的小粉红就特别的兴奋啊 他们就幸灾若祸 他们就说你看啊 西方国家支持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 现在西方国家支持抗议示威的结果 就是西方国家自己 他们的民众也出来抗议示威了 小粉红的这些说法可以说极其的荒谬可笑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其实它是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民众抗议的 最著名的就是最近很著名的就是法国的那个黄背心的抗议运动 他们都持续了一年多了 现在还没平息 所以西方国家出现这个民众抗议示威活动 大家都觉得是个很正常的事啊 跟香港可以说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绝不是说没有香港的抗议活动 西班牙和智力这个抗议活动就不会发生了 不过呢 如果我们把香港的抗议活动和西班牙智力的抗议活动来相比较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的香港政府和北京习近平啊是非常的愚蠢 他们把这么简单这么非常容易处理的事情啊 居然搞到一个无法收拾的地步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香港民众他们抗议示威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他比起西班牙和智力民众 他们抗议示威的要求可以说低的不能再低了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发生抗议示威活动 这个原因呢 是包括巴塞罗那在内的西班牙的一个叫做泰加罗尼亚自治区啊 他们要求独立要脱离西班牙独立 这种涉及到自治区独立的问题啊 谁都知道是一个极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那当然非常难处理嘛 那智力圣地雅各他发生这个抗议示威活动的原因啊 是因为地铁的车票涨价这么一个经济的原因 地铁车票涨价那当然是因为地铁的云营公司亏损嘛 不涨价公司就没有办法云营下去 当然会有人说啊 那国家我们可以出钱补贴啊 国家补贴这个地铁的亏损 那么地铁公司就可以不涨价了 但是呢国家出钱补贴地铁 这个做法其实并不太好 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因为国家拿老百姓交的那个税金 你去补贴地铁票 那就等于是让全国的老百姓 都是出钱为那些坐地铁的人买 就是为那些坐地铁的人去买单啊 就是不管你坐不坐地铁 你都要为地铁去买单 那么对于那些从来不坐地铁的人 让他出钱来补贴那些坐地铁的 就是坐地铁的人的那些地铁车票 这当然它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公平的做法就是 谁坐地铁谁就多花点钱嘛 那些不坐地铁的人你就不用花钱 所以呢现在如果是智利政府 他出钱来补贴这个地铁票 就等于是让那些不坐地铁的人 他替那些坐地铁的人去买车票了 中国他因为是一个独裁国家嘛 老百姓从来也不敢提出 中国这个政府搞的什么政策 是不是公平这个问题 但是西方国家老百姓啊 对这个政策是不是公平 他们是非常在意 所以这次智利政府 你要解决地铁票涨价的抗议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你要是让这个地铁票不涨价的话 那当然坐地铁的人是占便宜的 但是那些不坐地铁的人他要吃亏了嘛 所以不坐地铁的人又要抗议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相比之下呢 香港民众他最初啊 其实没有提出现在这样的五大要求 最初他只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香港政府要撤回送中法 在今年6月9号 香港第一次百万人大游行 当时民众提出的要求非常的单纯 就是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送中法 可以说这个要求真是非常低嘛 你比起来西班牙民众要求独立 比起来智利的民众要求地铁降价 那香港的民众只是要求政府当局撤回一个法律而已嘛 可是香港在6月9号 当时香港政府对民众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啊 他们当时那个特首林郑月娥 就是很强硬的表示说政府绝不会撤回送中法 那么难道说这个送中法就这么重要 如果是香港撤回了送中法 那香港政府就要垮台吗 显然那也不是嘛 后来到了两个月之后的八月份 香港的林郑月娥她又自己把这个送中法给撤回来 这也就说明啊 撤回送中法对香港政府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他们在八月份把这个送中法也给撤回来 然而香港政府拖到八月份再撤回送中法 显然是太晚了嘛 如果香港政府你在6月9号就是第一次香港百万民众抗议示威的时候 他们就答应民众的就是答应香港民众的要求啊 就撤回送中法的话 那么香港的抗议示威早就平息下去了 可是当初呢香港政府特别强硬啊 北京也是非常强硬要支持香港政府 结果呢就是把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搞得复杂化扩大化 而且还进一步激怒了香港民众 那么这些被激怒的香港民众在6月16号又举行了第二次200万人的大游行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时候香港政府你单单说我们撤回送中法 显然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呢香港政府就必须要加一个条件 就是要特首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如果在6月16号当时香港200万人大游行之后 香港政府宣布撤回送中法 林郑月娥宣布辞职 那么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也早就平息下去了 其实林郑月娥辞职就那么困难吗 应该说没那么困难吧 林郑月娥在一个内部讲话里面啊 她自己说她自己早就想辞职了 是北京不让她辞职 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因为林郑月娥是习近平自己亲自挑选的香港特首 那如果林郑月娥辞职 就等于说习近平是选错人了嘛 那习近平就觉得很没面子啊 所以呢习近平就不让林郑月娥辞职 我们看现在香港问题之所以闹得这么大 关键其实就是在特首林郑月娥嘛 如果林郑月娥她的能力好的话 那还好说 可是呢林郑月娥她的能力又很有限 她的智商和能力啊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现在香港的问题 如果说林郑月娥她有自知之明啊 说我自己不能解决香港问题 那么我就辞职把这个特首的位置让出来 让那些别人那些高人去解决香港问题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呢 可是林郑月娥就偏偏站着这个特首的位置 她不辞职 那让别人也没有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样一来就把香港问题啊 等于是捅得死胡同里去了 不过我们从现在各方面的局势来看 香港问题你要最后解决 可以说必然是以林郑月娥辞职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林郑月娥早晚她必然要辞职的 这个就像当初林郑月娥死活不松口 她就死活不肯撤回送中法 可是到了最后啊 林郑月娥她自己又松口了 又自己撤回了送中法 现在林郑月娥死活不肯辞职 估计到了最后她自己又会松口 她自己说又可以辞职了 但是呢林郑月娥到那个时候再辞职啊 和她刚开始在六月份就辞职的话 完全不是一回事 林郑月娥如果在六月份就提出辞职 虽然不能说很光荣的辞职 但是呢至少不会有人去追究她的责任 如果林郑月娥将来她再辞职的话 恐怕就会有人要追究她的责任了 这样一来那代价就大多了 总而言之呢 香港问题发展到现在 主要就是因为林郑月娥和习近平这两个人 他们的愚蠢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愚蠢造成的后果真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看当初香港人其实提的要求那么简单 那么单纯 不过要求撤回一个送中法 那么香港政府为什么这个事情当初死活不肯答应呢 可是到了最后香港政府自己又灰头突脸 把这个送中法给撤回来了 自己对自己打脸 这又是何必呢 所以呢 这样级别的一个愚蠢呢 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